生命纪第二章 然后我们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 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 要转向北去 你吩咐百姓说 你们弟兄姨嫂的子孙住在西尔 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 他们必惧怕你们 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 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 我都不给你们 因我已将西尔山试给以扫为业 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 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已是福于你 你走这大旷野 他都知道了 这四十年 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 故此你一无所缺 于是 我们离了我们弟兄 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 从亚拉巴的路 经过以拉他 以循迦别 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 耶和华吩咐我说 不可扰害摩押人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他们的地 我不赐给你为业 因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先前 有以敏人住在那里 民宿众多 身体高大 像亚纳人一样 这以敏人像亚纳人 也算埃利伐因人 摩押人称他们为以敏人 先前 和利人也住在西尔 但以少的子孙将他们除灭 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就如以色列在 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 所行的一样 现在 起来过沙列西 于是 我们过了沙列西 自从离开加迪斯巴尼亚 到过了沙列西的时候 共有三十八年 等那世代的兵丁 都从营中灭尽 正如 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 将他们从营中除灭 直到灭尽 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 雅尔经过 走进亚门人之地 不可扰害他们 也不可与他们征战 亚门人的地 我不赐给你们为业 因我已将那地 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那地也算为 立法因人之地 先前立法因人住在那里 雅门人称他们为 善宋门 那民众多 身体高大 像雅纳人一样 但耶和华从雅门人面前 除灭他们 雅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 接着居住 正如耶和华从前 为住西尔的 以扫子孙 将和利人 从他们面前 除灭 他们得了和利人的地 接着居住一样 直到今日 从迦匪托出来的迦匪托人 将先前住在乡村 直到迦萨的 雅未人除灭 接着居住 你们起来前往 过雅论谷 我已将亚摩利人 西十本王西红 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 你要与他征战 得他的地为业 从今日起 我要是天下万民 听见你的名声 都惊恐惧怕 且因你发战伤痛 我从基底末的旷野 拆遣使者去见 西十本王西红 又和睦的话说 求你容我 从你的地经过 直走大道 不偏左右 你可以卖粮给我吃 也可以卖水给我喝 只要容我步行过去 就如住西尔的 以扫子孙 和住亚尔的摩鸭人 带我一样 等我过了约旦河 好进入耶和华 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 但西十本王 西红不容我们 从他那里经过 因为 耶和华你的神 使他心中刚硬 性情顽梗 我要将他交在你手中 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对我说 从此起手 我要将西红和他的地 交给你 你要得他的地为业 那时 西红和他的种民 出来攻击我们 在亚扎 与我们交战 耶和华我们的神 将他交给我们 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 并他的种民 都击杀了 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 将有人烟的各成 连女人带孩子 尽都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 唯有深处和所夺的各成 并其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的略物 从亚轮谷边的亚罗尔和古中的城 直到激烈 耶和华我们的神 都交给我们了 没有一座城高得 使我们不能攻取的 唯有亚门人之地 凡靠近亚伯河的地 并三地的诚意 与耶和华 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 都没有哀尽 感谢观看